赶紧收拾 签字滚蛋 以后都不用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 谁让你喝精华水误导消费者的 你没有经过员工培训吗 店长 我背过所有的产品资料 那款精华水确实可以 够了 我不想听你狡辩 如果每个顾客进店 都像那样喝精华水的话 出了问题怎么办 公司都得跟着完蛋 我这就去跟那个顾客解释 你不用说了 现在马上走 赶紧滚 店长 这件事确实是我太冒失了 我妈还在 不用说了 签字滚蛋 来我公司吧 你谁呀 销售总监的位置 感兴趣吗 一个骗子 一个傻子 刚好配一对 欧雅集团 只要你来我公司 我会给你最好的待遇 欧雅集团 高总 我还以为我这种骗子 没有人知道呢 哎呀 高总 瞧您说的 您实在是太年轻了 我都没看出来 我跟您说 我来欧雅分公司工作 就是为了像您这样优秀的人学习的 头脑清晰 思维敏捷 这样的销售人才可遇而不可求 来欧雅总部吧 至于你 刚刚你怎么说的 就怎么做吧 高总 我 谢谢高总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好好加油 生活 会给努力的人优待